今天才刚用一张魔性形成图 黑丸大秘密 没想到这么快 就把黑手伸向了迪丽热巴 今天热巴小姐姐发了一个微博故事 穿着粉橘色丝绸上衣的热巴 在海边享受着阳光和海风 一头长发在风中凌乱着 大家的关注点原本只在于 小姐姐美美的颜值和小奶衣 但是工作室关博君 偏要提一句吹不动的假刘海 把大家的关注点带跑偏 粉丝们除了吐槽小姐姐的铁打的假刘海之外 还发现这身造型明明在国庆节就曝光了 现在过了一个月 居然还有那么多存货 这是要发到明年的节奏啊 不过热巴的微博故事反射湖